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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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韓句好好看 對啊 兩位夫人 這樣不是要睡 怎麼睡不去 馬祖佛 你不知道 我 吃爸爸 好好睡 這就是吃飽好好睡 吃飽好睡 吃飽好睡 你吃東西 飽好睡 好睡 珍姐 你有等兩點吃嗎 你睡不著就不要走 怎麼會胖 我連小夜都沒吃 睡不好就胖 是 所以我要跟你們說的是 大家都在說 睡不好 這是有名字嗎 歡迎來我家 趕快介紹來賓 Yetho 子晴 珊麗姐 大家好 博士 許藍芳 大家好 我許藍芳 還有我們音音老師 許求月 大家好 是 小助理 阿布 對 我們今天有雙許 是 還有兩位夫人 現在大家工作的壓力都非常大 飲食也都不規律 連什麼凌晨才睡覺 照理來說應該是會消瘦 因為晚睡會瘦才對 但你有沒有感覺自己 越忙越胖 有耶 因為我其實是一直以來 都算是怎麼樣都吃不胖的 而且我以前是大概維持 四十三九 就是很瘦的狀態 好羨慕喔 好羨慕喔 這個是我又只有一個子 這麼瘦 三十九 那個是我大概小學二年級 那個差不多 而且我那時候就是那種 凌晨五點去吃麻辣火鍋 直接回家睡覺 也不胖 都不胖的那種 然後我是到一直近期 就是開始有副業工作壓力很大 我大概這五六年間瞬間膨脹 然後我到近期最胖是53公斤 好可怕 我好像 真的差很多耶 可是我覺得這像水腱耶 水腫的感覺 沒有 也有胖 也是有喇叭跑出來 對 是 而且主要是因為 我那時候有開酒吧 所以每天都要喝酒 然後肚子那時候 原本以前我是超瘦 那種二三腰 很凹喔 我現在就是直捅腰 沒有腰了 所以我穿衣服 就會盡量穿要遮肚子的 然後寬鬆 對 以前都不用 所以我覺得我是壓力型的 就只要壓力一大 我就會狂吃 就會覺得更想吃東西 那因為壓力大 妳管不住妳自己的嘴巴 因為想吃宵夜 沒錯 那甄莉姐呢 我的部分除了工作之外 我還有就是作息不正常 那再加上因為最近這個疫情 我老公開旅行社 所以我 它完全沒有生意 對 零生意 我的壓力更大 心理是不是也會有 有一點點的影響 對 我會有一點 壓力不是說它沒有賺錢或幹嘛 而是說它回來那個臉色很臭 妳就不知道要怎麼去安撫 妳知道嗎 因為像這種就是 沒辦法 妳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開始 所以那壓力大 那我個人自己的工作 我從之前開麻辣火鍋店 一直到現在水餃 然後又弄雞排 妳知道我每個禮拜都要下去試吃 因為我們是手工做的 包著水餃 所以妳為了要控管那個品質 妳知道我有五種口味 我就要下去吃最少五顆水餃 最少 因為妳要知道 對 妳要知道那個品質 就因為手工包 它一定會有多多少少有點差異 可是妳一定要讓它吃到 盡量手工 就是那個品質是沒有差 妳每個包都要下去試吃 然後再加上我們最近 因為研發那個雞排 去骨雞腿排 直接可以弄 妳知道我吃了多少雞排吧 對啊 飽多一室 也是四種口味 而且妳說 雞排的話是不是炸了 熱量很高 炸 就是煎的 對 真的 那熱量爆高妳知道嗎 所以妳就會覺得怎麼辦 因為其實剛剛講說 壓力大 妳為什麼會很想吃東西 其實我們身體都是有荷爾蒙 就是不是妳的錯 是荷爾蒙會叫妳去吃這些東西 或是不去吃這些東西 就像妳會很想吃東西 就是我們身體 當妳壓力大的時候 我們就會分泌比較多的 正腎上腺素 那這個是我們身體裡面的荷爾蒙 它就會告訴我們 妳要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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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在跟大家講一個 小秘訣 就是壓力大的時候 其實會建議大家 可以多補充維生素C 因為它可以幫助 就是讓這個正腎上腺素 比較不要那麼多 降低 降低 對 所以妳就是 所以很多的壓力 維生素C不是只是美白 它也可以幫助我們對抗壓力 所以讓我們的壓力的荷爾蒙 就稍微下降之後 讓我們身體 就比較不會那麼想要去找東西吃 不是真的餓 是妳會想找東西吃 對 那換言之 其實也有讓我們不要就是 想吃東西的荷爾蒙 就譬如說像一些血清素 那食物就是要從食物來 所以其實人體是很奧妙的 就是要好好地調控我們心理 知識生理的荷爾蒙 才有辦法去控制我們的體重 要不要看一下我最胖的時候 想看了 好 來 看 漂亮 漂亮 像這樣啦 而且那時候胖都在覺得 我很瘦 我很瘦 有一點驚人 穿得超寬鬆的 有沒有 那妳看一瘦下來 馬上就變成這樣子 腰就要露出來 是 自信就出來了 真的 而且看變年輕了 像我們講的胖有很多種 對不對 像我這樣子胖也是一種 然後有一種是 腫的胖也是一種 想減肥先認識 局部脂肪的來源 對 它的特徵 下肢 纖細 但腰腹 脆肉多 我是標準的蘋果 因為我四肢都還算細 但是我的肚子就是會 一直都瘦不下來 而且我就是吃什麼 都胖 肚子跟臉 所以我就會覺得好像 感覺是壓力造成的 然後還有就是常常可能也睡不好 我覺得應該都有影響 但是女生很在意的就是這一塊 對 穿褲子什麼 就很容易就會擠一坨 那我們看看離型的好了 下半身比較粗壯 比較容易水腫和腹脹 對 就是其實因為像我個人 應該是比較屬於離型的 就是在之前的話 除了壓力之外 你胖的時候 永遠就是胖下半身 是 上半身其實都不會 就是胖下半身 然後你知道就是 只要久坐不用大概一個小時 腿就開始腫了 水腫 循環變慢了 而且我覺得他講的很有道理 中年以上 對 坐行不正常 好的 那首先呢 要先教大家看自己 到底是屬於蘋果心 還是我們的西洋梨心 那我們有一個檢測的標準 就叫做腰臀筆 腰臀筆 簡單來講就是腰圍 去除以我們的臀圍 那如果說0.7是標準 那你如果說是比0.8還要高 那你就是我們所謂的蘋果心 是 那你如果就是比0.6低 就是所謂的梨形 是 所以你可以在家就是先來量一下 自己的腰圍 對 所以是腰圍去除以臀圍 對 腰臀筆 所以就腰圍除以臀圍 你就可以先看自己是屬於蘋果心 還是西洋梨心 那在我們營養學來講的話 其實基本上 西洋梨心比較不用擔心 有沒有三高的問題 對 多嗎 對 那大部分的女生 女性都是屬於西洋梨心 就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的下半身 那為什麼 第一個就是可能跟我們 女性的荷爾蒙有關係 我們的女生的荷爾蒙 其實它比較容易讓我們的脂肪 累積在我們的腹部 或是臀部 所以很常看到就是菜市場的一些 媽媽都是這樣子下來 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要 所以有提到就是你中年以上 然後作息不正常 那也很容易就是 攝取太多的熱量 然後沒有運動 那其實這部分的人 就是你要特別留意 可是這個東西是最難減的 我們回過來講 蘋果型的肥胖 那其實就是很容易看到 就是男生的啤酒度 有沒有概念 你就是瘦瘦的 然後肚子很大 然後可能就細個披彈的 阿牧 你幹嘛 這我這個是什麼型 你是整體型 你是整體型 水桶型 不是 因為我好型 因為我是整個是這樣子的 蘋果型 你好在是什麼 好在你是膏 我很像一個驚嘆號 驚嘆號 有一點 對不對 對 有一點 小最小這樣 這樣子是代什麼型 代表什麼型 我覺得這個你那個有沒有 讓我量腰尾 我這樣馬上量就知道 可是我覺得你的腰 是比臀還要來得寬 所以這個應該比較像 蘋果型 對 完了 那你三高就真的要注意 對 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 可能都在你的身邊了 真的嗎 還有很嚴重的研究顯示 蘋果型的人比較容易有 心血管疾病 蘋果型胖在肚子嘛 對 但同時內臟的脂肪也比較多 對 我有去兩側過 它不出來的 我也是以為我很健康 就我一側 我的那個什麼 有一些有的沒的那種什麼 蛋白質 膽固醇 全部都超標 都四百多 我們眼裡的就是泡芙人 就是 外面看起來瘦瘦 裡面都是油 對 那其實這個真的是最 就是我們以健康角度來講 其實它是最不健康的 對 那其實這一類的人 其實是什麼樣 會比較容易產生蘋果 其實基本上就是 你比較容易給自己壓力的 基本上你就會比較容易 是所謂的一個蘋果型 所以蘋果很悲傷耶 蘋果是很可口的水果 也好悲傷喔 可是蘋果型的也最容易減 對 對 蘋果型最容易減 一減 就是你要讓它圍成減 就是以蘋果型跟梨型 來講蘋果型是最容易減的 太好了 對 梨型反而還比較難 對 所以其實 如果有蘋果型 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你是比較容易減下來的 對 沒錯 多運動 所以我還有救就對了 有 你其實多運動 你那個膽固醇就下降了 你們睡覺的品質好嗎 然後你們睡覺 是不是可以解決一些什麼 疲勞之類 這些是真的嗎 因為像我自己是 之前有創 剛開始創意的時候 我每天大概就睡三個小時左右 然後那時候真的太累 因為我每天就工作完 然後見廠商 跑客戶什麼 就每天都把自己塞滿 所以都沒有辦法睡覺 所以我每天神經都很緊繃 然後有一天我好不容易 隔天沒有工作了 所以我就想說太好了 我今天可以好好休息 然後一座沙巴桑 我就再也沒有醒過來 有啦 有醒過來 我沒有醒過來 現在是沒有醒過來 現在是沒有醒過來 現在坐在旁邊的是誰 那天就沒有醒過來 回床上了 就是直接在客廳上 直接睡16個小時耶 然後當時我男友找不到我 因為我就是徹底在消失 他還來我家 然後幫我搖醒 完全關機 就是呈現的是死機 當調完全 就等於是昏迷的狀態 對 昏迷 所以這是危險的 對 所以我就睡了16個小時 可是我醒來後 我覺得沒有比較舒服 因為我覺得還是很累 是很累 越睡越累 越睡越累 我們睡眠的標準時間 大概是7到8個小時最好 你少睡會早死 睡太多也會早死 死亡率會比較高 我會早死 我是一定要講得這麼可怕 對啊 嚴肅 沒有時間在想說 這麼漂亮 講得這麼時間 我們趕快早點回家 我們趕快早點回家 簡單明瞭 糟糕了 對 真的 可是你不能這樣講 因為我們有年紀的關係 人家說年紀大的人 越睡就會越少 時間會越來越短 其實這對我來說 我好 你知道這個會 也是大腦在控制我 我就覺得壓力好大 甄莉姐妳會不會 我其實也是坐起非常不正常 大家都平均3 4點睡 然後大概睡到中午起床 可是其實事實上 從3 4點到中午這段時間 我就是 其實睡眠品質有幾個指標 但是最簡單的就是 你睡醒之後精神好不好 當然那些指標 譬如說 你如果躺在床上超過30分鐘 都睡不著 或者是你半夜起來一次到兩次 或者是你一直有多夢的情形 但是多夢這個要解釋一下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做夢就是品質不好 其實不是 我們在睡覺有個動眼期 它本來就是會做夢 是差別在 如果你醒來那個夢 你是記得的 而且還會連續劇那種 代表你睡眠品質不好 但是如果你醒來那個夢 你不記得 那個是睡眠品質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圖好不好 好 來 有這些症狀的人 你的睡眠已經亮紅燈了 這是真的嗎 我來看一下 躺著5分鐘無法入眠 一定的 對不對 對 30分鐘我都眼睛還在好大 對啊 我們現在應該都是這樣 睡眠一定滑手機 你會不會 我就是看想說看劇 看連續劇 看電視這樣 心神來了 然後看...看可不可以睡早 可是越看越激動... 下一集... 那丫頭呢 因為我房間是故意沒有弄電視的 所以就是當我進房間 我就是準備錄睡 所以我是可以3分鐘錄睡的 那妳很棒 因為我覺得我是訓練自己 只要我進入那個空間 我就是要睡覺 所以我覺得那個轉換 讓我是可以導致 我可以馬上入睡 沒錯 我覺得這是一個訓練的方法 那甄莉姐 我躺30分鐘 我都還睡不著 就表示我真的睡不著了 那妳都躺幾分鐘 我躺可久了 我可以譬如說明天早上 就明天早上可能8點要起床好了 我想說8點要起床 我今天要早點睡 我可能12點就躺在床上了 又開始看看 8點... 妳是快8點了 為什麼還沒睡 真的耶 天的 算了8點坐完 是再回來睡好一點 太棒了 對 我們來問一下專家 那個躺多久沒有入眠 代表睡眠品質不好 30分鐘以上 剛剛其實大家都提到 一些睡眠前會做的事情 是 其實你們剛剛提到那些事情 比如說看劇 越看越激動 滑手機越滑越開心 這些都是讓我們的 交感神經興奮的事情 但是睡覺它需要 負交感神經 等於是如果我們身體是 是一台車的話 我們在激動的時候就是開車 放鬆的時候就是煞車 你一直在做開車的事情 你的身體就沒有辦法煞車 你就會睡不好睡不著 好 第二個就可怕了 嚴重的磨牙 對 真的耶 真的 你壓力大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可是這個狀況我好像小時候才有 長大以後我就比較少 對 丫頭 你現在會嗎 因為你壓力比較大 而且我的磨牙是磨到 我去看牙醫 牙醫就特別說 你磨牙很嚴重 你有一顆牙已經 基本上太崎嶇了 所以他就還建議我戴那個牙套 對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磨牙 是一個很大的徵兆 然後我那個聲音大到是 跟我同房的朋友都會說 很像小孩 就在吃小孩手指 所以那聲音就很可怕 妳有聽過磨牙的聲音嗎 那聲音很可怕 我覺得那個好可怕 那妳講夢話還可怕 對 真的 所以我也是 我其實以前是沒有磨牙 我反而是後來 就是可能結婚後壓力太大 沒有 觀眾朋友壓力太大 人家在每年都因為事情太多 事情太多 所以就開始磨牙 那磨到的時候 我老公他會這樣 可以小生一點嗎 可以小生一點嗎 妳這樣有沒有辦法睡覺 可是妳那時候 妳都沒有想到自己壓力大 完全不知道自己會磨牙 沒錯 而且他每個時候 我說亂講 我從來不會磨牙 他有一次就把錄音下來 妳聽聽看 妳敢說妳沒磨牙有多大聲 真的很大聲 就是我們有壓力 然後藉由睡覺 然後釋放出來 但是妳並沒有放鬆 妳是在釋放妳的壓力 但磨牙 我覺得磨牙跟說夢話 是最可怕的是 妳自己已經睡眠品質不好了 妳旁邊那個會跟著不好 對 因為妳磨牙 他就會被妳叫醒 然後有一種是說夢話 我之前有個個案 他就是 男生後來很困擾 他本來是倒就可以睡 後來他就來 他們兩個一起來找我 我說怎麼了 他說因為他老婆 在睡覺的時候會做夢 然後有時候夢到他外遇 然後就會這樣拍他 妳起來 然後他就幹嘛 妳怎麼可以外遇 然後他還跟他對話 結果隔天起來 他老婆完全忘記這件事情 結果他就因為這樣 失眠了一整夜 來 我們第三點 睡眠暫停 兩小時醒一次 我男友他是呼吸中止症 然後我是因為我很怕遲到的人 所以我以前也都在拍戲的時候 我幾乎是就算有拍戲 然後公司就說 妳可以盡量睡 雖然明天是中午 可是我就是會害怕睡過頭 然後有的時候 我是害怕到 就是可能前一個小時才睡 然後 因為我怕我感覺不到那個震動 對 我朋友有聲音啊 可是因為我怕 聽不到 一個小時 你可能真的是睡著 我就會放在這邊 然後綁住 就是 我現在知道 妳要幹嘛 妳最近有在辦事對不對 我真的太怕 遲到這種壓力很大 所以我就是可能睡一個小時 就會醒來 想說是不是遲到了 然後再睡一個小時 睡前是不是遲到了 然後看手機有沒有電 還有電 然後再去去睡 就是 所以我很不適合拍戲 因為我給自己壓力太大 我也是要睡前 到底有沒有聲音 有了 對 不知道怎麼那麼聲音 然後又就趕在那邊看 對 然後妳一個小時起來 上廁所回來 就是看妳的手機 到底有沒有聲音 真的睡不好 然後一直醒來 代表是什麼意思 一個剛剛說的 睡眠中止症 那個就是跟個人的構造有關係 有時候妳會發現 這邊下巴比較短的人 他會連在這邊 肉會比較連的 比較容易打呼 但是那個打呼的人 他怎麼樣醒來 他都是睡到會突然 大概十秒鐘沒聲音 你在旁邊觀察他 他沒聲音 然後他就會突然像豬腳一樣 咔 這樣 然後醒來 然後又繼續睡 然後反而也是旁邊 那個人睡不好 但是我有一個朋友是 會被自己嚇到 他是 對 對 會被自己嚇到的 對 你自己嚇到的 小聲一點好不好 對 一樣的情形 我沒睡 還會給到 喝水 對 會被自己嗆到 對 也是嚇到別人 有時候自己會嚇醒 那另外一個剛剛就說是壓力 我們說了嘛 睡覺要煞車 然後你工作在踩油門 但是剛剛子晴那個狀態 就是很標準的 你煞車油門一直一起踩 你踩到後來你已經不知道 你在睡覺還是在工作了 好 那我們來看第四個 做夢 睡眠夢 睡眠夢 大家都很會睡眠夢的 丫頭 你會睡眠夢嗎 我做夢基本上都是動態的 而且都很累 妳要去哪裡 爬山 我很常常睡一睡會這樣抽去 因為我在夢裡 我在極限挑戰 就是沒有順便 可是妳會記得妳的夢嗎 可是妳會不會覺得是 在騎腳踏車 然後撞到對不對 或者是那個爬山 然後就掉到懸崖 就是這樣抽動 醒來 都是動態的 我很少夢靜態畫畫那種什麼夢 沒有 都是運動的夢 所以我很常做夢 突然就打了一下 我旁邊的室友的時候 他就會知道說 他又在做很激烈的夢了 是 我沒有動 我都是動態的夢 很累 那真意姐呢 我是也是還滿常做夢 然後大家有一些是會忘記 那有一些記得就是 妳好像就記得那個夢 可是妳夢很久很久很久 所以起床的時候 妳會很累 覺得完全沒有睡 好像是去爬山回來 對 然後妳到起床那時候 頭還會脹脹痛痛的 對 如果做夢 剛剛前面有講過兩個嗎 你如果記得妳的夢 代表妳睡不好 是 第二個 如果你忘記妳的夢 那代表妳是睡得好的 因為夢本來就是正常會發生 但是如果你記得的話 代表妳沒有放鬆在睡覺 像我自己曾經也是 嚇到我旁邊的朋友 因為他發現我晚上為什麼在跑步 我身體沒有起來 我是這樣子在跑 然後他又覺得我中狗 然後隔天我就突然坐起來 然後叫我弟起來 但其實我都不知道 是我弟被我嚇醒 他說妳昨天好像見到鬼一樣 我說有嗎 我沒有 我只夢到好像被鬼追 他說對 妳就是被鬼追 然後在那邊一直跑步… 所以妳一直在跑… 對 有些人還會做連續巨夢 對 對 真的 我也做過這種 而且我的還比較靈異 我還夢到我去那個山上 然後開很久…的車 然後一進去就是那種天庭 然後金碧輝煌 然後好多神明 妳是仙女 不是 我是 好棒 然後看 我記得好像也看沒幾間 一 兩間而已 然後我就醒了 我隔天 我一直還在意 我已經為什麼變那麼漂亮 金碧輝煌 然後我隔天睡覺的時候 一樣 就是又是坐很久… 很久的山路 然後繞到那邊 然後繼續去看 續集 這個感覺像關落陰 對 沒有 妳知道 我們剛剛講了那麼多的故事 那麼多 每個人都那麼多事情 究竟怎麼樣 我們才可以好好的睡一覺 我真的好想要好好的睡一覺 六個小時 能夠讓他睡保餵OK 第一個就是 睡前至少兩個小時 不要做讓你會興奮的事情 譬如說看政論節目 有的越看越生氣 然後夢裡跟怎麼樣 然後我直接跟著動起來 對 然後第二個 就是看那種很虐心的劇情 是 那個人怎麼 就是看到哭 越看越難過 然後或者是滑手機 對 還有一個就是 很多人習慣在自己的床上做事情 會覺得好像很方便 而且現在越來越做那種床上的桌子 對 其實剛剛子晴那個習慣很好 是我們常常會跟病人說的 就是說 你睡覺的地方 跟你做事的地方 一定要分開來 讓你的大腦就是記得 當你進到這個房間 就是要睡覺了 所以你在進到那個房間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想睡 那會不會永遠都不會進那個房間 永遠都不會 因為不想睡 因為不想睡 因為就進不去 那房間都空間 專家教你好睡姿 不怕失眠又落枕 特色我們的從額頭 鼻子 下巴跟身體的中間 所以要睡低一點 但是你這個夾枕頭是對的 真的耶 有沒有 然後一定要睡到 脖子 滿的 滿的 一定要睡滿 一定要拉下去睡滿 不然你肩膀用綠鍋頭起來就落枕了 節目最後還有精美禮物大放鬆 睡前至少兩個小時 不要做讓你會興奮的事情 譬如說看政論節目 有的越看越生氣 然後夢裡跟著 腦子就跟著動起來 然後第二個 就是看那種很虐心的劇情 是 那個人怎麼看到哭 越看越難過 然後或者是滑手機 對 還有一個就是很多人習慣在自己的床上做事情 會覺得好像很方便 而且現在越來越做那種床上的桌子 對 其實剛剛子晴那個習慣很好 是我們常常會跟病人說的 就是說 你睡覺的地方 跟你做事的地方 一定要分開來 讓你的大腦就是記得 當你進到這個房間 就是要睡覺了 所以你再進到那個房間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想睡 但會不會永遠都不會進那個房間 因為不想睡 因為不想睡 但是會永遠都進不去 那旁邊都空著 對 就睡在沙發上 就是另外一種睡眠不好 是 睡沙發上是最可怕的 對 還有另外一種是 這個是睡前的儀式 有些人我們剛剛說 那個我們可以讓自己放鬆 比如說複視呼吸 要複視喔 不能胸部呼吸 就是要肚臍以下肚子凸出來那種複視呼吸 嘴巴吐 然後鼻子吸 或者是你可以泡澡 泡澡有些用精油 譬如說你喜歡的味道 像薰衣草 甜層 這些都是很幫助睡眠的精油 你就睡前泡澡 或者是喝熱的東西 它會幫助我們放鬆 對 是 我有聽過 睡覺的姿勢其實是很重要的 沒錯 睡覺可以讓我們 睡哪一個姿勢是睡得比較好 像有時候我們壓的手 手刷了 你會睡得好嗎 睡不好 是不是有什麼姿勢 可以讓我們睡覺睡得很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才可以好好的睡呢 其實測睡也還不錯 對不對 但是測睡你有壓到手 甄莉姐 妳是正睡還是測睡 我是測睡 測睡 對 那我們現在有床在這邊 妳示範給我們看 測睡 為什麼我們兩個 還是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我的測睡是這樣啦 我一定要夾一個枕頭 在兩腿之間這樣 我一定要這樣睡 真的 一定要這樣睡 然後手還要放在這裡 手要這樣放 要扶著安全感吧 對 要這樣子放 但是我想請問妳一下 這樣子睡 真的可以好好睡嗎 其實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要怎麼看 有沒有睡得好 是 它的臉 臉要跟身體成一直線 現在很明顯就是它臉比較高 是喔 對 所以妳可以去調整它 這樣看明顯就是它的 它很... 就是身體比較高 它並沒有跟身體成一直線 所以側睡我們的 從額頭 鼻子 下巴跟身體的中間 所以我要這樣子是不是 所以妳枕頭要低一點 是嗎 所以我頭抬枕頭的時候 就會一直在那邊講說 要是高的呢 還是低的 對 是 所以要睡低一點 但是妳這個夾枕頭是對的 夾枕頭對 因為這樣子會幫助我們的腳 幫助我們脊椎維持 這樣有低的 趕快換 妳弄看看 可是我低的我反而睡不著耶 我要很高 對啦 有時候就睡 太好奇怪了 對 這樣就標準了 你看看 好平喔 我的前面 是一直線的 真的耶 有沒有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枕頭其實不是枕頭 它是枕脖子 一定要睡到脖子 滿的 一定要睡滿 一定要拉下去睡滿 不然很多人 在肩膀這邊 摳住 至少在肩膀這邊 對 因為有的時候 那個枕頭比較矮的時候 就會覺得 我的肩一直去摳到這個床 而且有的人隔天早上起來 會繞枕 這裡會痛 因為我們都是用這邊的力量 對 都沒有用到肩膀的力量 晚上等於是應該說 肩膀沒有支撐 整個晚上肩膀都一直在用力 是 所以肩膀用力過頭 起來就繞枕了 好 這側睡 那丫頭呢 妳怎麼睡 我的話是要很多枕頭 就是 我睡覺喜歡這樣很多的枕頭 疊在一起 要有點高度這樣 是 然後我就會有陷進去的感覺 然後就是震睡 對 但是可能手腳會亂發 他喜歡不規則的 對 不規則的睡 可是我每次 你們這樣睡的時候 有時候 真的如果好運就這樣睡 如果不好運 你一顆頭在那裡 然後起來更痠痛 更痠痛 對 真的啊 而且腰會很不舒服耶 有時候早上起來 覺得腰會被動的時候 沒關係 我們專家在這邊 他要告訴妳怎麼睡 好 正躺呢 就是我們的下巴跟額頭 要水平 這樣 妳這個已經沒有水平了 妳現在已經沒有水平了 下巴要再抬高一點 水平是什麼意思 就是要用下巴平 因為妳的枕頭要換低一點 我想說睡覺 妳旁邊要擺水平 對 妳擺水平幹嘛 有沒有安全感的感覺 好 這麼平 好平 這樣子又有點太低 太低 額頭也滿低 對 再換一個 這枕頭很重要 這個應該可以 這樣呢 對 這樣就可以了 下巴 額頭 是在水平面 它陷下去的深度 也大概在一個枕頭 一個拳頭 還有一個就是 這邊 肩膀要起來一點 要 躺在互助 對 把整個肩膀這邊補滿 它有一點 就有些女生身材 可能比較好 屁股比較翹 它正躺的話 對 這邊會彎起來 下面其實可以塞個小毛巾 或小枕頭 把它補滿 對 我現在就是這個狀況 太翹了 因為身材太好了 太翹了 然後就會因為 其實不是那個姿勢都不正 所以我們真的要用一個毛巾 對 用毛巾 握在這邊 所以這樣躺著 把它填滿才不會空空的 對 幫我們的腰支撐那個力量 對 那我是趴睡咧 其實趴睡最不建議 為什麼 因為都會壓迫到我們的器官 但是趴睡其實是 你是很沒有安全感的人 是 需要這樣子抱著 趴睡 可是其實趴睡不太建議 是 但是專家我想要問的是 博士 我想要問的是說 如果我想要很深層的睡眠 我怎麼睡 我示範嗎 好耶 好 你有沒有想過床的感受 對 你就這樣跳上來 我感受偏硬 怎麼放著 然後手掌往上 然後腳也放鬆 全部放鬆 眼睛閉起來 這個時候 如果你喜歡一些情境音樂 或是古典音樂 反正就讓你可以放鬆的音樂 老師不要給我放告別式音樂 那貪施式就是要讓我們放鬆 剛剛說我們要 腹膠感神經要興奮才有辦法睡 所以這個時候有些 你在網路上或APP可以去找到一些 聲音的讓你幫助睡眠 譬如說現在眼睛閉起來 你感覺到你的頭髮鬆了 額頭鬆了 鼻子也鬆了 下巴也放鬆 今天的壓力都沒有了 肩膀 所以他在貪施式 然後手鬆了 而且他好像真的就想睡 對 腳也鬆了 就讓自己沉浸在放鬆的狀態 其實搭配如果可以的話 就搭配複式呼吸 複式呼吸怎麼看 就是你吸氣的時候 肚臍下的這個部位 是要鼓起來的 不是這裡 對 妳看我沒有感覺到 吸氣 就是有看到一點點 然後透氣用嘴巴 吐 然後要吐到扁扁的 肚子扁扁 嘴巴吐進 鼻子洗的時候 妳就會慢慢的進入睡眠的狀態 對 為什麼 有些人會問說 為什麼是複式不能用胸式呼吸 因為我們胸式呼吸是正常的 身體的一個作用 大概是16到20下是正常的 但是複式呼吸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當你慢慢的呼吸的時候 一分鐘四到七下的呼吸 就會幫助我們 學會睡覺之後呢 剛剛講到很多那種變胖的故事 大家也都有減肥的經驗嘛對不對 沒錯 讓我們來聽聽看 減肥的經驗有什麼 好不好 現在網路上有很多的那種 減肥的方式 那有哪些是真的可以瘦到身的 你們有使用過什麼樣的方式嗎 其實這是錯誤的 因為其實網路上有很多不時的搖 沒錯 但是因為我們看到了 我們就試一下 對 那就因為看到 覺得好像講得滿有道理的 跟真的一樣 所以我就是試 我用什麼方法 吹吐法 就是吃飽了 馬上去把它吐掉 把它挖住 吐掉 因為這樣你就不會吸收那個熱量 是 就可以瘦 後來發現 好像感覺有瘦一點 可是我跟你講 那個整個胃就壞掉了 是 因為你把它這樣弄出來的時候 對 吹吐 吹吐 就很不舒服 對 真的好可怕 有的吹吐嚴重一點會造成 食道跟胃的交界撕裂傷 是 好 嚴重一點會這樣 當一個地方一直反覆受刺激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得到癌症 是 所以 這是錯誤的 對 而且其實結食反而容易腹胖 腹胖機率很高 因為當我們結食的時候 身體就會覺得說 現在不用做那麼多工了 那我們休息一下好了 你要嘛就是一輩子都吃這麼少 是 你一旦吃多吃一點點 就很像你的工廠 現在員工剩五個 本來十個嘛 你減低他的工作量剩五個員工 你現在突然恢復原本的工作量 那五個消耗不了 那就會累積起來變脂肪 是 因為我覺得要吃得很健康 雖然很重要 可是我們每天這樣跑來跑去 或要去趕通告幹嘛 真的很困難 而且呢像我們就 我又覺得我們這樣子 就沒有資格有苗條的身材 對 沒有辦法可以睡個好覺嗎 對啊 所以我也是因為朋友介紹 我就發現一個很有名的產品 它只要兩顆 每天只要兩顆 它就可以讓你直接睡到天亮 那你睡得好 自然就可以控制你的身材 我想問一下的是 琼月 那個我們睡眠不足會造成肥胖 是真的嗎 對 這是真的沒錯 因為你會發現就是當我們晚睡的時候 就是其實我們身體裡面 它是會分泌一種荷爾蒙 叫做飢餓素 所以你晚睡想要找泡麵吃 想要手機拿起來滑那個有動物的 還是有其他的 那個都是正常的 因為這是我們大腦荷爾蒙所分泌 所以你這個時間點 你攝取進來的食物 你的熱量都是多餘的 再加上你可能接下來 你就是要躺著睡覺休息 那你的熱量是沒有被消耗掉的 所以久了久之 你的熱量就會囤積在我們身上 你就會變成我們的肥胖 所以當你睡不好 睡不著的時候 飢餓素會分泌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 你可以想要其實從字面上 你可以發現飢餓素 就是會讓你想吃東西 瘦體素就是讓我們可以變瘦的 一個荷爾蒙 所以當你睡眠不好的時候 這個瘦體素就沒有辦法分泌 所以你會發現這是相輔相成的 當你睡得好 你不會想吃宵夜 然後你的瘦體素又分泌得比較多 那是不是自然而然 我們身體的一個代謝就會比較快 也會比較好 是 你真的要讓代謝好的話 睡得一定很好 甄莉姐現在要介紹這個 她就其實很厲害 我有聽過 現在這個EX版 它是四合一的 因為它結合讓你好睡覺 好氣色 好代謝 然後讓你有好體力 就是反正只要是重要的東西 它全部結合在裡面 你晚上其實睡得好 你自然就會變漂亮 而且它裡面真的還有很厲害的 叫什麼你知道嗎 讓你好睡覺 沒錯 因為蜂王乳跟芝麻素 尤其是芝麻 你知道芝麻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你吃了以後 其實不管怎麼樣 它就讓你很健康 對 可是你要吃芝麻的話 像這種也是萃取出來的 你如果真的單吃芝麻 那個熱量可是嚇死人了 可以打開給大家看 它又update了 對 它又升級了 它又update了 對 它又升級了 有沒有 它現在其實這樣一顆一顆 所以其實只要兩顆 它就可以讓你真的睡得好 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 芝麻素這個東西 其實每次都在聽 對 對 但我們請專家來講一下 什麼是芝麻素 芝麻素就是從芝麻來的 我們都知道 芝麻它是非常好的油脂 但是它畢竟是油脂 所以我們每天會建議 就是有一定的攝取量 如果說我們就是像 像鄭麗杰它的需求就是要 睡個美容覺 就是睡好起來變漂亮 基本上睡好就是芝麻裡頭的 一個芝麻素 是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而且芝麻素其實它非常珍貴 它只佔裡面不到1% 是 所以就變成說你想要利用吃芝麻 來補充這個芝麻素的話 其實是有一點點難度的 所以甄莉姐才會用這個撇步 就是去找說 它可以輔助一個睡眠 然後又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可以變漂亮 因為它裡頭也含有 比較多的維生素E 抗氧化程度很好 所以就是除了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穩定睡眠之外 我們的皮膚它也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對抗一些自由基 把一些比較不好的自由基 把它抓掉 讓我們的皮膚細胞會比較健康 真的耶 而且它的酵素 它用了200多種的天然蔬果酵素 代謝率在你在睡覺的時候 默默就幫你提升了兩倍 所以就可以把那些不好的食物 或是有成團的食物 全部都分化得更稀 更水 然後讓你排出體外 是 那自然代謝率好 身材就苗條 所以我覺得它裡面其實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這次它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含了一個非常非常珍貴的東西 叫做蜂王乳 蜂王乳 對 蜂王乳 那所以讓你睡得更好 也可以舒緩你的疲勞 是 那講到這個蜂王乳 蜂王乳也是很厲害 蜂王乳它之所以珍貴 就是因為它的一個營養密度 真的非常高 它所謂的一個蜂王乳 就是它裡面的一個營養素 不管是維生素 礦物質 微量元素 或者是裡面的一個鬼西酸 它其實對我們人體 就是女生的方面 其實不管是類似女生的荷爾蒙 就它不是真的女性荷爾蒙 它是類女性荷爾蒙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不管是皮膚 情緒 或者是睡眠 其實它都有一個輔助的功能 而且維生素礦物質 可以幫助我們補充 就是平常飲食不均衡的一些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修補 因為你不可能每天就去吃到 我們營養師才能講的 蔬果五七九對不對 那你要吃到多多呢 譬如說女生 你可能就是要吃到七份 就是四個拳頭的蔬菜 三個拳頭的水果 那男生就是五個拳頭的蔬菜 四個拳頭的水果 那這個也剛剛提到就是酵素 你每天要吃到這麼多 才有辦法就是獲取這天然的酵素 對 那假如說我們 如果平常飲食不夠均衡 你沒有吃到的話 你的酵素就會不足 因為酵素是在幫助我們分解 我們的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 脂肪 攝取不夠的話 你這些酵素不足 你就沒辦法好好的 根本沒用啊 你就沒辦法好好的分解它們 所以身體就沒有辦法去利用 或代謝或合成 所以其實蜂王乳 或者是一些酵素的部分 對於女生在睡覺的裡頭 然後又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其實對女生來講是還蠻好的 我跟你說 今天我們不只是說 介紹說躺著 我們就能夠讓你躺得漂亮 睡得漂亮 今天我們營養師也帶來了一個 就是它的料理 讓你在減肥可以加速 喝了它以後 讓你快快的找到睡意的料理 來 我們一起來動手做做看 對 我跟妳說 我們的食材都出來了 我告訴妳真的很貼心 妳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第一道上的叫做什麼 台獨的 台獨 琔玉講的時候 我們來試看看好不好 來 來 分一下 謝謝 來 來看的 其實做這一道真的非常簡單 那裡頭就是有我們的高麗菜 然後胡蘿蔔 高麗菜 胡蘿蔔 然後洋蔥 洋蔥 還有西洋芹 西洋芹 那裡面有好的蛋白質 我們是用蛤蜊 蛤蜊也是要有一點蛋白質 對 那這一道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一開始就用一點點橄欖油 然後就先把我們的洋蔥炒香 對 那炒香完之後 你再把我們的一些食材丟下去 然後再加足量的水 然後等它煮滾之後 你再放蛤蜊下去 是 最後的時候 對 然後最後調味就是用黑胡椒就好了 是 對 那因為 它很清淡 對 喝起來沒有負擔 沒有負擔 我都沒有加任何的鹽巴 對 完全沒有 因為就是利用天然的蛤蜊 所以如果說你是有高血壓 家裡比如說有高血壓的長輩 其實你這個湯都是可以喝的 對 因為清爽 對 因為它是沒有加任何的鹽分 我們家是黑胡椒 不是黑胡椒鹽 而且黑胡椒可以幫助我們代謝 是 對 那為什麼可以排毒 是因為裡頭的膳食纖維 含量都很高 是 所謂的排毒就是身體裡面 不要的代謝肥物 我們把它排出去 所以這個滿滿的膳食纖維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把我們嘗到裡面一些 比較不好的 我們或是想要把它排掉的 會把你清掉 對 很多人都有便秘的問題 那你喝完這個 其實你明天上廁所 就是也會很順暢 很順暢 沒錯 對 而且其實這個湯 你是會越喝越瘦 而且最主要是 這些料它是有飽足感的 對 沒錯 另外一道也是很貼心 我們第二道真的是貼心到 那個名字可以讓你 吃了以後會很輕鬆 會很想要睡覺 叫做 睡意輕鬆來暖心 好 好 好 來 現在我們食材都在這邊 好 食材也非常簡單 這個都是便利商店 就買得到的 就是超市 其實就是我們有的豆腐 小魚乾 然後五菇還有一點味噌 其實這個水我們是把它燒 可是我們沒有加任何的調味料 都沒有 然後最簡單我會先建議大家 就是可以放五菇 因為五菇它其實就是蔬菜 而且它比較耐煮 它也不會變顏色 對 所以你就是等它急準的時候 把它放下去 你就可以讓它煮久 而且其實五菇裡面 它含有比較多的多糖體 多糖體 所以除了膳食纖維之外 多糖體它也可以幫助我們 提升免疫力 你在睡覺的時候 就幫助我們提升免疫力 然後再來就是 還有加這個小魚乾 因為小魚乾它其實本身 它就有一點點鹹度 對 而且它裡面有滿滿的鈣質 分布的鈣質 對 我們就可以把它當作一個 蓋質的一個很好的來源 然後也用它來做一個調味 對 然後把它放進去 其實都很簡單 可以幫助我們安定我們的神經 助眠 對 豆腐會建議大家 一定要挑板豆腐 一定要板豆腐 對 因為它是因為凝固劑的關係 它凝固劑才有蓋質 其他的 譬如說比較嫩的豆腐 嫩豆腐 它的蓋質就沒有 所以就比較沒有辦法 幫我們達到穩定我們的神經 幫助睡眠的效果 臭豆腐呢 臭 臭豆腐 如果是板豆腐 臭的臭豆腐可以 你回去 臭豆腐沒有那種臭豆腐啊 不可以 那個也算 但是你不能臭啊 不是 因為它那個太刺激 又那麼多油 其實我們是要睡前喝的 特別刺激了 你吃的那個根本就是白飯一碗 你旁邊的事也會討厭你 還有咖啡不太討厭我 好 我們把它放進去之後 其實最後我會建議 就是大家再加一點味噌 然後這種味噌就是可以去買很多 就是日本的味噌 其實它滿好的 它有鹹 對 就天然的鹹度 我們不用加多 其實它就是黃豆發酵的 我們剛剛講說黃豆 對 然後它也有腎氨酸 所以可以幫助我們 合成睡眠的營養素 其實如果我在家裡 我還會用那個塞子 然後過塞 把它壓扁之後讓它融化 但是因為在家裡面還好 因為就怕擔心就是 這個它不融化 一點點就夠了嗎 其實我就是不會加太 因為其實它的鹹度 其實滿有滿夠的 它有小魚乾的鹹度 對 其實我們都不會建議 就是含納量攝取太多 是 就是因為我們是想要喝湯 然後又想要喝得沒負擔 又可以好好的睡覺 對 所以其實你就是煮個一碗這樣的湯 因為不然你真的太鹹 睡起來好累 而且你會覺得水中 會水中 對 眼睛會泡泡的 沒錯 所以我們都是利用植物 天然的鹹度 林竹筋 美味料理 營養助眠暖心湯 好香 很香對不對 我已經聞到了 我們在這裡就已經聞到了 謝謝 很香了 它其實很簡單 真的好香 好放鬆喔 真的 我們喝了可以讓妳 好好睡覺的湯 好喝 然後又簡單做 節目最後還有精美禮物大放鬆 其實我們都不會建議 就是含納量攝取太多 是 就是因為我們是想要喝湯 然後又想要喝得沒負擔 又可以好好的睡覺 對 所以其實你就是煮個一碗這樣的湯 因為不然你真的太鹹 睡起來好累 而且你會覺得水腫 會水腫 對 眼睛會泡泡的 沒錯 所以我們都是利用植物天然的鹹度 那如果有些想要就是 比較想要有甜的口感的話 其實超市有賣那一種很像茶包的 那種昆布糖包 對 那你可以放一包下去 然後你就有那個甜味 那你就是 好香 很香對不對 我們在這裡就已經聞到了 謝謝 太香了 其實很簡單 真的好香喔 好放鬆喔現在 對啊 旁邊有床 對啊 但是我真的還滿建議 如果在家裡面 這麼簡單 這麼輕鬆的 我們喝了可以讓你好好睡覺的湯 喝了可以讓你的身體的 負擔不要那麼大的一些排毒湯的話 其實不妨你可以試看看 真的好喝 然後又簡單做 其實說真的啦 以現在經濟來講的話 太便宜了 家裡都有 這是真的 今天謝謝四位 謝謝 記得給我們聽一下喔 我們就有金美小禮物要送給妳 我們下次見 好喝 好喝 都喝完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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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呼呼好喝 又呼呼 而且妳不要補得太爛 剛剛有那個表情 很好喝